想让你的高潮来得更加猛烈吗? 那就来看看我们今天的高阶性爱三部曲吧! 很多人可能都感受过高潮的来临 那你知不知道不同人的高潮 其实也是分不同的等级的 有的人的高潮呢 它就一两秒钟啪来了 就像灯一样的对吧 亮了又灭了 其实就是你一直不停地快速刺激你那个最敏感的 点你就很容易达到那样的高潮 对,转瞬即逝的小高潮 但是你知不知道还有一种更厉害的高潮 就像大的海浪席卷了你的全身一样 会让你从头到脚都感觉到一种 深刻的、持久的、兴奋的快感 喜悦的感受 对,那我知道有非常多的观众 可能很少或者几乎从来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极致的高潮快感 为了大家的幸福呢 我今天特地开车跑到了洛杉矶的好莱坞 请到了我们的Dr.Centz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高阶性爱的这三部曲 第一部呢 就是色色的小环境 氛围的营造是特别重要 非常能够影响尤其是女生的性体验的 那么接下来的几点呢 对营造这个氛围是特别重要的 音乐、气味、床和床单的舒适度、光线、温度 那么音乐呢 你可以找到一些比较轻松放松的 就是YouTube上都有很多这种 Erotic Music 一来就好几个小时 对吧 比较容易让你幸唤起的音乐 是的 然后对于人的身体来说 其实它皮肤接触到的 不管是温度还是床单给你的这种触感 都需要很舒服 才能让人完全的放松来享受这个过程 对 Dr.San的上一集里面也跟我们提到过 对吧 抚摸三部曲当中的有一部就是温度的营造 对 然后气味呢 也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大家都说这个气味是直接通过鼻腔进入大脑 也就是这个气味能够直接刺激到你的感官感受 所以这个气味如果大家选对了 是对方喜欢的 你也喜欢的 也会非常容易让大家进入这个mood 嗯 对 这里还要注意我们后台其实收到过一位男性观众的来信啊 在性爱的时候 他有时候坚持不了多久 是因为对气味非常的敏感 当他闻到了一些自己不喜欢的味道的时候 就硬不起来了 对 就分神了嘛 对吧 那么第二步呢 就是心动的时刻 大家知道吗 当你和你的这个爱驴在心跳和呼吸同步的时候是会产生一种非常奇妙的气密感 如果你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奇妙的链接感的话那就跟着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吧 把你的一只手放到对方的胸口心上 轻轻的放在上面可以感受到对方的体温 甚至是心跳 然后把你的另外一只手放到对方的手上 通过他的手感受到自己的心跳 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注视着对方 如果你觉得不是很放松 也可以闭上你的双眼 可以向着对方抛个妹眼 但是我也知道很多时候 有些人他会觉得注视的时候 但反而不容易集中精力 所以你也可以跟伴侣同时闭上眼睛 来感受呼近呼出 呼近呼出 在这个过程里面 带入你对对方的爱意 想到你们平时甜蜜相处的时刻 把手轻轻的按在对方的手上 感受他的体温 版本了 因为我们上一次 道特灿子讲了那个爱抚三部曲之后 很多观众特别的喜欢就问我们说 什么时候会有高阶版出来 那么今天的第三步就是高阶版的爱抚了 对相信大家听了我们之前的那期视频 都知道在初阶的这个爱抚练习 起码要坐上一周到两周 甚至到两到三周 这样的时候你对对方的身体已经相当的熟悉了 这样你就可以开始进入高阶版了 对这个一定要注意 其实就像火山喷发一样 你要那个岩浆先开始积累到最后才能爆发 所以呢在用我们这个方法之前 一定要先去看我们之前那个初阶版的视频 先尝试这样的没有高潮 没有阴道性交的爱抚 尝试几个星期之后 你已经觉得积攒了很多的爱意热情 然后再来尝试我们这个方法 才有助于你感受到这种强烈的高潮快感 对是的那在这个高阶版的抚摸的时候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也是躺下以后进行浑身的抚摸 但是这个时候你可以加上嘴唇舌头除了手意外 可以加上小羽毛对吧 是的小羽毛大家的用法可以很多 你可以在身体不同的敏感部位去刺激对方 而且呢这种不同的小刺激还可以变得更加的强烈 是的 如果你在结合上另外一个小道具 就是blindfold 对把你的眼睛遮起来 对你想象一下当你目不能视的时候 你身上的每一个感官刺激都会被无限的放大 你可以作用于自己的身体 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挑逗你的伴侣 对宗旨是一样的 就是仍然这不是一个以高潮为目的的爱抚 而是说我们要让这种爱的感觉 这种愉悦感慢慢的积累 好 并且呢之前我们说的那三步 TPT 同时也是要用上的 然后在进阶版呢 你是可以加上性器官的 但是不要只聚焦在这个性器官上 而是可以碰碰性器官 然后移开对吧要照顾到全身 记住我们呢是要让爱流动起来 我们专注的是这个过程当中双方的一个感受 所以呢 因到性交 高潮永远都不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但是如果你做好这个过程当中的关注和享受 你这种极致的高潮的快感 绝对会伴随而来 对一定会让你惊讶的 嗯 所以回去赶紧试起来 今天的这高阶性爱三部曲吧 对 最后我加一点就是大家一定不要着急慢慢来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慢火慢慢炖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然后呢在这个敬爱的练习啊 或者是这个过程完了之后 你们可以找个时间来告诉对方 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我最享受的具体的三点是什么 嗯 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啊 因为很多伴侣他们在性不和谐的时候 他们其实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互相指责 对会告诉你 哎我不喜欢你这么摸 啊你要那样做 你好糟糕哦 嗯 对 所以你感觉到不舒服或者是不喜欢的话 不要用言语直接的这样攻击对方指责对方 其实呢这在心理学里面也是一个很多心理学家都反复强调的理论和实践 就是想要有更好的更积极的亲密关系包括性爱关系我们都应该更多的去指出我喜欢什么啊你做的哪些地方我觉得特别的棒更少的去讲你哪里不好我哪里很讨厌你我嫌弃你这样子其实本身这个沟通就是性爱的一部分我有不少来放者会跟我说我们之前吵了一架或者他之前说的那句话就让我已经很不开心了 我根本就没有心情再去跟他有任何的亲密行为甚至让他靠近我嗯 但是如果他之前能够让我感觉到我很自信我很有魅力对吧 我是受到照顾的我是受到欣赏的 嗯他是需要我的嗯那你就会很容易进入想要亲密接触的心情了 对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怎样跟对方去相处 其实我们会不自觉的把这些心情带入到卧室当中带到床上带到性爱当中 所以呢回去试试看Dr.燦子提到的在这样的性爱互动之后呢 跟对方分享我刚才特别喜欢的三点 希望大家学习了我们今天这个高阶性爱三部曲能够赶紧实操起来 我希望大家都能获得满满的幸福 那我们这期的一三蜜桃说栏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在洛杉矶的好莱坞向你问好 拜拜 拜拜 跟大家一起 你知道吗我刚才在录节目的时候我感觉我在说话一直牙齿都在漏风 大家可能有注意到我的牙齿呢缺了一块 都怪我是一个超级吃货 我去朋友家做客他们给我做了红烧排骨 我一个激动之下就把我的牙给磕掉了 非常投入连吃了这么投入的 但是今天呢又要跟Dr.燦子一起来录节目 所以我只能带着我缺了一块的牙齿上阵了 希望大家多多包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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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